哈嘍,我是薛林六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Photoshop Illustrator 那今天分享的内容比较适合初学者 对于移动物件的方式还不是很熟悉 或者是在移动物件的时候遇到瓶颈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今天的影片哦 首先进入到第一单元 移动物件的方式 基本上是使用工具列里面的黑色箭头 关于工具列里面的黑色箭头 以及白色箭头 我在之前的影片有分享过 如果初学者你们正在学习这套软体的话 建议你们先点选影片的上方 看完那部影片以后 接下来再看这一部影片 如果你的滑鼠无法点选物件的话 很有可能是碰到以下三种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 你的图层 很有可能是被你锁住了 基本上图层被锁住的话 该图层的物件是无法移动的哦 在图层17这里 前面有个锁头 就表示这个图层已经被你锁住了 用滑鼠左键点选一下 锁头就会消失 你就可以点选你的物件 那如果你遇到的是第二种问题呢 在图层部分没有被锁住 但是你一样无法移动物件 很有可能这个物件被你单一的锁定住了 请加滑鼠移动物件 全部解除锁定 它是可以点选的话 就表示你有物件是被锁住的 当你点一下它以后 可以自由的移动物件 那如果你今天无法移动物件的原因 不是刚刚这两种的话 请看一下接下来第三种 首先我们看右边这物件 它本身因为有甜色的关系 所以说今天你点选这个圆形的时候 你点这圆形的里面 不管是哪里 它都可以被选取到 那是因为这物件本身是色块的关系 那左边这物件呢 因为它甜色的部分是被取消的 那被取消的话 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 如果你是点选里面圆形的部分 你会发现你怎样点都无法点到它 因为这个物件它本身是线 所以你要点选这个物件的时候 你必须点选外面黑线的部分 这个物件它才可以被你点选到 所以说如果你今天无法移动物件的时候 请注意一下你的物件 它是色块还是线呢 Photoshop 关于这套软体移动物件的方式 一样是使用工具列 黑色的箭头 接下来如果你无法移动物件的时候 很有可能是发生以下原因 那我们先举例 如果你今天要移动的物件 是蓝色这个圆圈 那你就要点选蓝色这个圆圈的图层 点选以后 你就可以移动这个圆圈 那如果你是要移动黑色的线 就要点选黑色的线这个图层 当你这个图层被锁定的时候 它后面会出现一个锁头 代表你这个物件是没有办法移动的 如果你要强行移动的话 它会跳出这个视窗 显示无法使用此移动工具 因为图层被锁定 那要如何解开这个锁定功能呢 在图层这个视窗 上面会出现一个锁头符号 你只需要帮这个锁头符号解开 后面的锁头就会消失了 那接下来另外一种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如果说你今天要移动蓝色的圆圈 你也确定将滑鼠点选蓝色圆圈的图层了 而且你也确定并没有锁住它 那为什么我在移动的时候 无法顺利移动这个蓝色圆圈呢 很有可能你是不小心设定到的功能 看一下视窗的左上角 在自动选取这里 你是否已经不小心打勾了呢 如果你不小心将自动选取打勾的话 基本上你的滑鼠点到哪个物件 它会帮你自动侦测 那如果你比较习惯的是 点选该图层就移动该图层的物件的时候呢 请记得要把自动选取的功能取消掉哦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个喜欢 也可以把影片分享出去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最后我的频道有三种类型 软体教学 穿搭开箱 插图分享 无论你喜欢哪一种 都欢迎直接订阅我的频道哦